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用GEMOBI上手统计学第8章的导读 那这一章开始我们要进入 统计理论的 关于 什么使用 样本 取样分布来去估计母群的参数 好那那么因为这一章的概念 他要签 他要讨论的 观念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们直接 建议同学可以直接 跳到先到本章小 最后一部分本章小节 那我在这个每个译著 译著的每一章节的后面我都有加上一些 重点的整理 来说来说明 在这一章的每一节他们的学习重点是什么 那基本上呢 前三 8.1到8.3呢 都是一些 都是概念上的一些说明 比较有实物的 跟实际上在统计实物会做到的呢 是8.4 8.5会谈到 不过 这几节呢 他在概念上的比 比例都是相当的多 因为这是 之后 我们 到包括下一章的 假设检定也是一样 都是 为 为第五部分 统计方法 在做 我铺 铺路的 所以 请同学呢 务必先 去看 先去 从 我读 先去读过我的重点整理之后呢 再去读 每一章 再去读这每一节的 细部的 内 内容 那在这一 张的 课前作业呢 我特别 使用了 使用了这一张他所 原作者所释放出来的 示范 档案制作了一个 作业 那这个 做 这 因为了 方便同学 让同学能够亲手练习的机会 所以 画面上的这个 jemobi 党呢 我不会 直接 公开 公开 而是 去告知同学怎么样去进行 那同学只要 呃 原来原始的档案 你若你是用本机版 不管你是用本机版还是云端版的jemobi 可以 由 呃 jemobi的示范档案 档案库这里 就是只要打开这个 这个IQ Simulation 这个档案就可以得 就可以开启这个档案 那现在画面上的这个 呃 包括资料区以及报表区 我是都已经根据 呃 作业的 说明来去做了一些变动 那 呃 那么 呃 这原来的作业呢 是根据原来电子书中 呃 8.3节的一个范例 来去做改改编的 那同学呢 只要从这个ESP001开始 那就按照 在画面上我所示范的你自己去取 实验变相的名字 以及 呃这个是 呃从 原来已经有的这个IQSim这个变相中呢 去做取样 那每 那这里我是设定为 呃就是 做 取 5个样本 也就是 相当于我们做一次 从 再 再做了一次 呃找5个人的实验 那依此 我就是 做了10次的实验 所以 各位可以 就是看到在这个报表中 已经有10次实验的 次数以及平均值的资料 那么 同学只要 自己先去读过电子书 就应该会知道怎么样 什么是计算 样本平均值 变异数 以及标准差 还有95%的信赖区间 那请你们呢按照 呃 电子书 或者你自己摸索 GEMO GEMOBI的 这个 这个描述统计选单中的 功能呢 去找到怎么样完成这份 报表 那完成这份报表只是 这个 课前作业的前半部 那后半部呢就 也试着制作一些合适的 统计图 来说明这些点估计以及区间工具的方法是怎么 逼近母群参 参是怎么样估计 母群参数的 那我这里有一个提示 这些平均值呢 其实 其实是你可以把它 再变 再 创作为另外一个 资料集 然后呢 进行 另外的 分另外的整整理 跟分 跟分析 而这一切呢都是 这一项的一个工作呢 其实 在 电子书中的 谈 中 样本分布以及中央 极限定理这一节 他已经有一些 提 提示了 你如果可以做出 像是他这边 几张 几个样本分 分布图 图的类 类似的统 统计图 那 基本上你就可以让你可以去更了解 这些估计方法是 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可以 用这些 资料呢 去逼近 来得到一个逼近母群参数的估计值 好 祝各位同学在这一张 可以学习顺利 2 3 2 3